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动物变化 到老之前财富展面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堆频道 好,当前的位置非常关键 比特币已经放量灌破了 我们整理了有多久? 整理了有140天的一个价格 放量灌破,已经盘成半年的价格,跌破了 当前位置能追空吗?会跌哪边?跌了1万3,跌了1万吗? 怎么做?好,很重要嘛,对不对?很重要 那如果说你近期呢 交易不是算顺利啊 我们这个量化服务,全自动跟单系统 只要按照我们这个杠杆倍率设置 即可全自动化跟单,不用自己下单 这个东西啊,就是让你不用自己手动下的 你只要按照这个倍率设置,就可以自动跟了 风险都换你计算过了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些风险配置都可以 那我们这样子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效果,更新一下 当前已经有69万8千美金跟随 大概是70万美金跟随 已经赚了5万刀了 70万刀赚5万刀,还非常不错 那单一用户呢,目前已经盈利了 1万1000,接近1万2美金啊 他按照我们这个倍率设置啊,就赚了1万2,好不好? 舒服吗?够舒服吧? 好,那你想跟,想跟的话怎么做? 就点击我们的影片下面连结 这边加入我们的这个Discord社区 都有完整的讲解 这边打开之后,这里有量化跟单区嘛 量化公告区,申请区,然后教程都很详细 那基本上呢,就这样子 那市场分析啊,内容的话,公众称考 好,报单啊,点位啊,分析啊,这些学习啊 基本的,还有指标 这边有指标 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私信我了解,也可以 先麻烦的话,量化跟单区服 私信我了解,这里 私了我的方式啊,其他都是造假的 现在很多骗子啊 这个才是私信我的方式 其他都是假的,好不好? 你要确定私信的是我,OK? 以我这个平台下面的这个链接为准 才是我,好不好? 好,那带过了,当前的位置讲一下 目前怎么评估啊 首先看一下比特币 这是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的一个放量灌破 目前来说的话,已经整理多久 我们把路的图表倒过来 这是什么? 哇,这是一个中继嘛 毫无疑问是个中继嘛 低点,低点,逐步抬高 然后呢,高点,持平啊 突破 好,有没有回踩,不知道 大概率是要继续下跌的 再延续,继续跌 再来看的话继续涨 但是它是upside down 反过来,所以它是要继续下跌 所以继续下跌的过程呢 整体啊,绝对不建议做多了 OK,这边是不能抄底的 不能抄底的 如果抄底,你要等待出现一些结构 好,那我们把图表倒过来 这边很明确嘛 这是一个明确的看涨结构 你看 已经这样看是看涨了 那基本上它是倒过来的 所以它是看跌的嘛 所以毫无疑问是非常非常明确清楚的看跌结构 看跌哪边 目前没有方向 继续跌 而且你看整个结构来讲呢 这个量啊 已经是最大 最大的量了 非常大 比当时处理量还要大 有效灌破了 所以基本上这价格大概是延续下跌的 实际上延续下跌的 当时我们看这个 2018年也是一样 跌破之后,看这边好像有整个一段时间嘛 好像整了一下 直接放在那跌破 后续再一根 直接放弃了 继续跌 所以 当时你看 从这个跌破之后到 跌到 暂时跌停 跌多久 从第一天跌回来的话 算大概有 大概是有11天 所以两周左右 会非常急速快速下跌 所以基本上这段急速下跌 我认为会持续两周 至少至少两周左右的急速下跌 所以反弹就是空 好,那止损怎么带 你要做大周企业单的话 你的止损 会放在哪边 最大硬损会放在这里 18,590 这一根跌破的引主 如果被收回 基本上空土就没戏了 没了 真的没了 所以基本上 你做空的话 反弹不论哪里 你把止损带在189590就可以了 价格持续看空 至少估计 这个可能很难评估 至少也是看到14000 14000 13000 这些位置 目前下方 整个大结构的一个高点 互换位 是在整个13800 大概是会到了 是会到的 所以目前来讲 我会期待说价格来到这样的位置 或这个位置 12000 13000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看空了 就是看空了 已经有效跌破了 没有什么理由去看多 除非收回 那我收回今天的发言 没收回钱 都是看空 都看空 空就对了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一个持续的下列过程 目前来讲的话 反台来讲 即便回撤到17000 500 都是比较看空的结构 这里可能只有一个小东西 但都是看跌的 晚上有这个会议 公布这个数据 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剧烈的波动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所以晚上的数据 我也要做一个直播 到时候给大家参与一下 做一个直播 基本上不影响排面 如果有回抽就是空 回抽就是空 止损带18590 假设能抽到17000 你就空 止损就抓1500个点 抓一波长单 如果你没有空单的话 回撤到17000直接空 然后止损放在上去 止盈呢 拿到前低 或拿到下方 都是很好损一笔 至少是1比1.5以上 等个大单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建议这样做空了 没有什么其他选择 就是空 这个地方没有理由去看多 没有任何理由看多 这里来说的话 已经发浪贯破 除非价格收回17500 比如说这边 他回撤之后 跌破不过前低 盘整 那我认为这有机会构成一个什么 正常嘛 那以目前来说 大概率回撤之后 我绝对有理由 认为它会继续跌嘛 是不是 目前来讲 绝对是没有理由去看多的 我需要产品非常清楚 没有理由看多 不要做多 不要抄底 好不好 很危险 即便要抄底 你的止损 就在15512 跌破你就止损 没什么好讲的 价格这边已经斑乱灌破了 整个结构 整个大结构 已经破了 上次我们跌破 上次跌破最低价 25000一线 后续暴跌30% 这里如果说再跌30% 从最低价开始算的话 要的12000 要的12000 很大一个跌幅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 更建议不要再去做什么抄底的 这边很危险 已经盘整了半年的结构 半年的结构 半年的结构被跌破 这里套充是非常非常多的 套盘非常大 没有看多理由了 好不好 好 那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讲一下 目前位置是一样的 整体呢 结构全破 日线低点 1190 120 已经破了 这个阴线有没有看到 大阴线打下来 没有理由看多 一样是没有理由看多的 那一样这个高点 我要标注一下 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高点日线级别的阴线高点 是在这个 看一下 目前是在哪里呢 这个13 1337的位置 只要不突破1337 我个人以外 都是可以做持续持仓的 如果你空单的话 有做的话 做一个持续持仓 好不好 所以整体呢 一样是维持一个 非常明确的空流结构 做排列 下列也是一样 没什么量 反弹都是缩量的 缩量的 看 这边放量下跌 巨量下跌 然后缩量 缩量做阴跌 回测 大队继续还要跌 还要跌 非常大几率会去触碰到这个1000的价位 1000的价位 OK 注意一下 那整体 我们回到短级别看 短级别我们看一下一台房 以大厂怎么看 目前的位置呢 它的一个高点 目前讲是在哪个位置 我们标注一下 是在这个1195的位置 用虚线表示 虚线表示 1195和前高11200左右 也非常近 有鉴于晚上有这样的CPI公布 不排除价格 跌破之后 拉上去 打掉短期空单止损 打损之后 盘整 划门 继续跌 所以 我个人会倾向 如果是比较左侧交易者 可以考虑在这上方 做空单 因为这顶探 短线明确 打到回落 1205和1195 非常近 很有可能 价格会做一波回测 突破之后 然后盘整 啪 跌破 这毫无疑问 就是一个去右侧做空机会了 假设突破1205盘整 突破之后 假设 盘一个小结构 盘了一个结构之后 盘了一个结构 然后又跌破 这绝对会是一个右侧去开空机会 再次跌破1205的位置 比如说他突破之后 突破之后来到 比如说最高价 最高价到1220好了 1222 他再次跌破1205的话 直接做空 放来跌破追空 目标看一个看星低 看1000 所以基本上我会认为 晚上他去回测这些位置 蓝色位置 会是好的机会 所以做空我会考虑在 大概是1220左右做一个路场 因为这里是有验证过 这里毫无疑问 这里是有验证过的阻力 你看这边 我们看一下大结构 大级别结构来看 我们从这里看 这里的结构有低点 这里有低点 对不对 这里1223 1223 12233左右 我们把它画起来 如果这里直接都延续下来 延续过来 他这里是 好用是个阻力区 是不是 好用是个阻力区 原本日线级别 大级别阻力位 看低点 1230 1190 这个位置 看构成现在阻力 是不是 现在压制 那假设价格能够回测上去 比如说短期呢 短期打掉1205的止损 然后呢 回测到这红色位置 那只要价格它不去突破 这也不错嘛 1246不破的话 比如突破上去 好像暴涨了 然后呢 拉去 啪继续下跌 那基本上就是要继续跌 可能要继续 直接看到一千了 看到一千 所以基本上今天这个盘面很重要 很可能今天就要做持续的延续了 那目前为什么都反弹呢 我们看一下 目前是它是有一个半小时的底背离 做一个发酵 你看这里明确来讲 我们换个颜色 这个又黄色了 黄色来表示这个底背离 看 黄色线 价格下跌 然后呢 MACD抬高 然后呢 缩量 下跌缩量 所以呢 反弹呢 也是缩量的 反弹也是缩量的 无法延续啊 即便上去的话 缩量 暴跌 直接追空 那目标看到一千 看到一千 所以整体来讲 如果说这边修正完之后 MACD修正完 修正完之后 价格回测到这个阻力区 红色位置 回测红色位置 不破1246 那价格也是会价格的 那详细的 这个 开单计划 内容的话 都在这边 分析就讲 讲非常详细 那如果说呢 你想要参考这些机会 一些地图交易 一起盈利的话 参考社区嘛 我们社区的完整的一个教学 不管是手动报单 或是这个 自动报单 都完整的教学和计划 和一些这个详细的规划 那如果说你想要一些 做一些配置的话 欢迎参考 咨询 点击影片链接啊 私聊我 或是交互社区 都可以 好 很详细的内容 那喜欢的话点个赞 一键三点按赞点开小铃铛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